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一個 假設你一個頁面 也許你東西擺太多了 可能你這個頁面很多了 你功能很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有另外一個頁面來放置 你將來的那個其他東西 比如說像之前我們那個 瀏覽照片的時候有沒有 那瀏覽照片的話 當然我們是把它放在下面啦 可是理論上應該怎麼 可以讓他跳出來 跳到另外一個頁 然後呢讓他在另外一頁 顯示出來才有 全螢幕的感覺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跳到另外一頁 這裡邊的話呢 需要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Activity 就需要對應到一個Layout 就是一個 一個View 一個畫面 那 第一個 主要的我們前面就只有一個 Activity 所以會有一個Layout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需要顯示第二個的話 需要有第二個Activity 同時的話呢 也要再打開另外一個Layout 所以會有兩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 變成 有兩重的東西 所以會有兩個Layout 然後在Layout裡面有兩個嘛 然後在那個 我們的Activity 就是在那個類別裡面也會有兩個 兩個類別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講到生命周期 前面好像有講過啦 比如說 我們這邊有好幾個生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第一個呢 比如說我開啟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好了 把它Back 然後我再把它啟動起來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會需要用到 就是說 這個 OK 打開之後的話 有沒有 它也一樣 會顯示什麼 它的生命周期 這個我想前面有做過練習 那不過因為有兩個頁面 所以呢 我們會 刮鬍1 跟刮鬍2 就是表示什麼 第一個頁面的 這個這個動作 跟第二個頁面 第二個頁面的生命 就是第一個跟第二個的不一樣 那比如說我開啟的話 那假如開啟它會有什麼樣生命周期的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開啟另外一個 制定的Activity 這個時候第一個會怎麼樣 它是Pause 只有Pause 暫停有沒有 那第二個Uncreate Unstart 再Unresume 那第一個呢 再把它Stop Stop 它只有Stop 它沒有Destroy的 表示怎麼樣 它還在記憶體裡面 它並沒有被清空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反圍 那反圍的話 實際上 就是把第二個給Finish掉 第二個怎麼樣 結束掉 你會發現 Unpause 第二個 有沒有 然後Restart 再Stop 再Resume第一個 第二個就Stop 並且把第二個怎麼樣 UnDestroy 有沒有 所以實際上呢 它是什麼樣的關係 第一個叫第二個的時候 實際上 第一個 並沒有消失 而是被蓋在下面而已 所以它是重疊 就是第二個 疊上去 那再來打開它之後 關掉 第二個又顯示出來了 它的關聯性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把第一個給Finish掉 有一個 它的方法叫Finish 那實際上就是Unpause Unstop 再來什麼 UnDestroy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從記憶體裡面 徹底消失掉 前面有特別提到 你按Home鍵 跟你按Back鍵 結果是不一樣的 按Home鍵呢 它一直都會在記憶體裡面 那按Back的話 才會從 記憶體裡面把它清除掉 不過有一些程式 它也蠻頑強的 你按Back鍵 它還是沒有消失 它還是藏住在你的記憶體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需要 有一些程式 幫你去把記憶體的東西清乾淨 不然的話 你的手機會越跑越慢 尤其是你的手機 是 1G以下的 手機 像我現在買手機 我都不會買1G以下的RAM 我都很想看到那個 像現在還有最新有4G的RAM 那這跑起來應該就更 因為如果你2G 其實有些人使用習慣 他都是要按Home鍵 它還是用不夠 2G還是不夠 如果你要玩Game的話 那要4G了 哇真的跑起來很過癮 不過現在市面上 有4G的RAM也不多啦 大概像Renfone 有一支 Renfone二代有一支 聽說Renfone最近賣得非常的好 它的那個 佔有率 四次佔率還蠻高的 主要它是跟Intel合作 Intel Inside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有加分效果 然後價格也賣得很便宜 所以不像說最近應該看很多新聞是 HTC有沒有 青黃不接 上面 打不過人家 便宜也便宜不過人家 對不對 所以 腰斬 市值蒸發 1兆 本來是1兆6 對不對 現在只剩下 6 6 1兆 6千 還剩6千 還有6千億 所以 一直好像有傳出消息 是要賣 是誰哪一家要把它買 買下來 不過當然 當然我們也不像樂見 那個HTC 最好它有沒有一些創新 不是只有賣硬體 看能不能做一點軟體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你硬體跑來跑去 不是那一些東西 看有沒有什麼價值的 他剛開始是比較吸引的是那個 他專有那個Sense 他那個介面 很炫 可是好像後來 因為好像 什麼研發團隊整票 都被那個 大陸給買過去了 然後好像又有什麼什麼 什麼官司 所以最後 好像發展的不是很順利 那不是很重的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來看 第一個請各位先建一個 這個專案就是 第10章的 Activity 第1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 我們需要什麼呢 就是 主頁 旁邊再增加一個 Page 2 有沒有看到 Page 2 的一個組 另外的話 我們的 這個 就是Source 底下 也要新增 第二個 這個Activity 叫Second好了 然後當他啟動的時候 就啟動Page 2 這樣怎麼做呢 OK 所以怎麼樣完成 請各位先建 然後在這個 第一頁裡面 大概就放兩個按鈕好了 非常簡單 第一個是什麼 開啟另外一個 然後再結束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謝謝